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只要是确保当事人能够还心债务 脱离穷击 你老公欺负你 你就会反抗吗 医生说他有精神分裂症 你老公不养你 你就活不下去吗 二十万 我要混到什么时候啊 在我身心破产之间 把所有的资产都转到你的名下 我有哪一点对付他们 想骗谁 人 人 人 他们就是没有钱还债 所以才要拍卖东西抵战 犯错的是他 破产的也是他 为什么要和老婆陪他受罪 这样不公平 你记住 陪你到最后 永远是家人 把钱借给烂毒鬼等于把钱租进海里 你以为帮了他 你们就可以就情误燃了 他都已经说了 你的穷配不上我的名号 你还没有清醒啊 笨 对 我是笨 我是傻 你这么紧张 无火药 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 你不要想太多 我一直把他让自己递看 别难过了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遇到 等于欣赏你的人的 火药是我的 你们两个人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你跟他 真的只是朋友吗 走在坎坷路上 想到最多自爱 看事也充满了期待 我们不过去 请不吝点赞 打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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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